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尹薰 歡迎收看臉玩Jazz Play 潛龍典影準備出最新作囉 欸 這麼天大的好消息 為什麼玩家們的反應這麼的熱烈啊 嗯 我想應該不用我多說 大家看看接下來的影片就會懂囉 唉 容我為這個系列作 莫愛三秒鐘吧 當潛龍典影製作人小島秀夫先生 被離職後 遊戲公司 Konami 曾在官方平台宣布這個系列不會停止 即使沒有小島秀夫 還是會繼續推出續作 在今年德國Gamescom電玩展 Konami就真的端出潛龍典影幸存啦 影片中可以看到 潛龍典影5 幻痛的事件後 一名生還的士兵被吸掉不知名的世界 開始對抗頭上長著結晶的人形怪物 本來推出新遊戲 應該是件讓玩家開心的事 但這支預告一推出 荒路上馬聲不斷 原因就是這英式路風格 實在和原本的潛龍典影沒多大關聯 有點掛羊頭賣狗肉 廣告不實的感覺 而小島秀夫本人也在Twitter上寫著 想要做一個真正的僵屍遊戲 一整個酸度破表啊 這樣子的潛龍典影幸存 有沒有符合你的期待呢 趕快留言告訴我們喔 電玩角速配會繼續為大家追蹤 小島與KONAMI的恩怨情仇的